自閉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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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於自己的世界 難以溝通 但有自閉症的年輕人 想用動畫打破你的印象 Bendy是一個有自閉症的年輕人 他有社交障礙 我們嘗試透過觀看這段短片 瞭解一下他們的生活狀況 這段短片 是由四個患有自閉症的年輕人製作 講述他們的日常生活 和一般年輕人一樣 都是熱愛運動 喜歡和一班同學去玩 只是在生活中遇上衝突的時候 不懂得去表達自己的想法 你最喜歡做哪一個部分 都是做背景的部分 初初不熟悉的時候 都是做一個頁面 之後做了一些新的東西 就是那件動作 是怎樣做 24歲的鑑章 由媽媽Doris介紹 參加了本地社企 iCare自然得育的職前培育計劃 由靠私道製作推銷 可以嘗試不同的崗位 希望他們未來有機會 投身資訊科技行列 因為始終是一個團隊的工作 又不是他導人的工作 在大家除了學習技巧上面的東西之外 也都學習到群體的生活 就是每個人有每個人的不同意見 因為自閉症也是比較執著的一個性格 所以在當中也學習到怎樣包容別人 也都接納別人不同的意見 很多SEN的學生 都有很強的創造力 過來人Tiffany曾經都是SEN學生 明白未來出路很難走 她表示 教學生做動畫 除了可以展現他們的才能和想法 更可以成為謀生的技能 我們在善用一些資訊科技 令他們可以將他們自己的能力去發揮 他們的夢想可以說出來 甚至可以令他們由受訓 變成了他們的工作技能 以至他們可以去接到一些guide job 他們可以真真實實地 可以賺到他們自己的收入 能夠享受到和一般人一樣的 financial freedom 有畫室認同這個信念 和iCare合辦慈善畫展籌款 集合四百多個慈善小畫家的作品 同樣希望小畫家的創作過程更有意義 他們都不是真的service 完了那個受惠的對象 完了這件事 他們是會想真的令到他們 譬如讓他們自己一個求生的本能 令到他們多了一個技能是旁生 讓他們慢慢接下來他們的未來 都會有一個不同的未來 跟我們教小朋友一樣 我們不是經常想教他們畫一句漂亮的畫面 我們都真的想用到那個技巧 去將自己內心的東西表達出來 同場更加有一幅大型合作畫 讓SEN年輕人和小朋友一起創作 向外界傳遞共融信息 東網記者王家豪報導